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嗨,大家好,我是志平 今天来到EcoCentury顾客家种植松柏庭园造景 现在呢,先进行点缀 点缀植物和遮挡围墙的 蓝与罗汉松 完成这些之后呢 陆续的明天呢,就会把 那些作品 松树和柏树的作品 进行栽种的工作 来,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来到屋子的 左侧,这里呢 我会安装这些排水管 还在进行栽种工作 然后这里会种植一些点缀的植物 之后呢,再铺上 日本草皮 这些排水呢,它的作物 我们都会用这个石子 石子 垫住,然后 旁边呢 舔上沙,给它的那个水啊 下雨的时候会很容易的 流进这个排水管 这里呢,会 安装甲草 后方这个位置呢 会种植一整排的蓝颖 螺和松 作为 作为威力的作用 然后这个位置呢 然后这个位置呢 都会进行松柏田园造景 这里总共有会种植五棵 这里是蒸柏 这里有一棵蒸柏 棵蒸柏 然后再配搭三十 点缀植物 这里还有一棵霜干的 这里 也是会摆设三十 这里也是 屋子 屋子的这里呢 就会用这个 清理箱作为隔离的作用 今天是第二天 开始种植的工作 请了这位铁人过来 明镜需要耳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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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